刚开始我看他挺老实的 话也不多 觉得他挺可靠的 就开始慢慢交往了 刚开始我还觉得挺幸福的 可是后来他就变了 不要这要那的 他比我买房 我不答应他还给我吵架 他太吓人了 情绪间谁都会打架 但是他冲过来就打我 真是太吓人了 我上次确实冲动了 但是如果他不和别的男人一外二美 而且说话不那么上来 我是不会动手的 我现在真的很怕跟他在一起 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受伤 这样的感情还能再继续下去吗 一段这个情感当中 有一方已经使用到暴力了 情归何方呢 老师们又是一个难题哦 来 掌声请出他们 男嘉宾小金24岁来自河北 一名汽车销售 女嘉宾小刘24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谈恋爱多久 三年了吗 三年 那就是应该学生时期就恋爱了 对 因为那个大三 上大四的时候 因为要考研 然后我俩同时在图书馆站坐 我当时会经常为他提 然后就在一块了 所以人家说书中还是有言入欲的 就这么恋爱起来了 是吧 为什么打人家呀 我刚才也听到那个说报应了 但是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他当时在朋友面前 什么情况不是这样的 那什么情况呀 在朋友结婚上 你守着这么多我的朋友 说我没能力也没出去 也买不起房子 你至少过一个台阶下吧 那你就是自己买不起房子 然后大家都谈起来了 他的朋友们都已经买了房子了 准备结婚 大家都在一起谈的挺那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 你没有房子 接我之后回去就打我 打得还挺严重的 直接就是删过好几个耳光 然后把我推倒在地上 到时送我去宴检查了 清晦的脑震荡 在聚会上出了最主要一个话是 我不是个男人 你是个男人吗 你有房吗 你有房吗 你有 这男人就得有房啊 那你别人得有什么呀 就因为买不起房子 然后他在我朋友面前去的 而且主要最主要的事 是说我不是男人 我没有尊严了 不是 你不是男人 你就走了呗 你干嘛打他呀 打人也不对 知道吧 孩子 不过这件事 那个我起走以后 然后半个小时 他自己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 我本来就生气了 你只要跟你安慰话也行 你马上追过来 问我怎么回事也行 他半个小时回来了 而且他哼怒一声 当时本来就在气头上 什么呀 那只是你一讲的好吗 我根本就没有哼怒你 你是心里在做怪 好吧 我心里在做怪 你这么说 而且在家上 你原来生活方式也不对 我一直找这么说你 我生活方式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 怎么不对了 你跟我们说说 他怎么不对了 我也想听听 就说大学吧 然后他买衣服 买特别多 衣柜里 他又买几个储物箱 里面都是衣服 哪个女生不爱美啊 再说了 我看着买的时候 觉得挺好看的 看别人适合穿的 也挺好看的 我自己买了之后 但是觉得穿上之后 是颜色不适合 我就放下来 不想穿了吗 现在最近 经常我看这个 大家都晒一晒 淘宝同款的事 这我们也理解 女生买衣服吗 难免 这个你能承受吗 这个我能承受 毕竟你上大学的时候 那些衣服也不贵 这主要是毕业以后 它就变了 我俩都工作了吧 我的工作收入 在我朋友圈里 还算比较偏高的 但是他一直 认为我挣钱挣的不多 而且供不决 他那个想要的生活标准 那毕业之后 能和毕业之前相比吗 其实是大家都多 朴促 多简朴 然后根本就没钱买东西 现在毕业了 不是都有钱 自己挣点钱 然后买点衣服 而且女生暗美 不是应该吗 他现在好像说的 不再是穿衣服 这个层面了 他是说在毕业之后 好像你的物质 欲望在提升 是这意思吧 对 而且他买衣服 就是逛新店 而且买都是新款 你那点钱 够你花的吗 你每次花完 还够要补贴 那一天去那时候 不化了呀 还是什么呀 然后办一张 一千多块钱的积分卡 然后第二天 又去那个美容院 又办上货点卡 人家那个 理发师也说了 人家说 做那个头发的物理 人家做一两次管用嘛 买上卡不是挺剩钱的吗 然后一次一次 做多费钱呀 而且只有做多了 才看出效果来吧 人家是干什么的 人家就是忽悠你 让你去买 你是我女朋友 我给你花钱 无所厚费是吧 但是你也要求我买房子 你也刚才也提到了 你要我买房子 你现在又化得这么狠 完全超出了咱俩的承受能力 这个你们打算结婚吗 打算了 打算了 就因为买房子 然后现在一直没买房子 他说 你是不是我真的不爱他 什么的 对呀 你男生没房 你怎么能证明你爱我 不能一辈子总在租房住吧 那个房地产开发商 应该都是爱女生的 对吧 他们有那么多房子 你说呢 但是最重要 得有个物质保障吧 哦 那你就换人呗 你找一个有房子 你干嘛跟他吊着呢 找雷 他现在就找雷呢 他和那个在网上找 哦 真找了 对 他现在在网上聊天 说的话特别露骨 特别露麻 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这上 我真不好意思说 你说吧 那亲爱的哈尼 就算了是吧 而且 他聊什么睡前 有什么轻一下什么的 磨磨哒呀 同志 都到后现代社会了 跟你原来的老观点 都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 什么叫后现代社会啊 您接着说 我也没听 我们老了啊 您给我们普及一下常识啊 现在大家说个什么 哈尼 什么磨磨哒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不都是一个名称称呼吗 我看一下这技术 有的就是 未来有没有房子 有没有车子 你未来这干嘛 你就想找个下家 想找个备财 哪怕到时候 你父母给付个首付 到时候把房子买了也行吗 你非得靠咱俩 努力也奋斗 你看现在人家 哪个年轻人 不是都靠我父母 把首付给付了呀 我这么大了 让我伸手 给我父母要钱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为什么别人请 你就不行啊 你有点良心行不 你说光靠咱俩能力 那得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买房呀 咱俩能力啊 你做的饭买包 那一花一个月 你去一次就得了 一个礼拜每次都去 剩下新链买那包 我不能拿这么钱 但是你花钱 底下特别多 我问问姑娘吧 你在网上跟人聊天 你们后现代社会 就是一聊天就要聊 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 工资收入是多少是吗 没有 大家就是普通朋友 家常里短呀什么的 谁家挣多少工资呀 人家都愿意谈 有的时候就在一起 下聊呗 下砍呗 那有什么呀 那你到底是瞎聊 瞎谈呢 还是想在这个瞎聊 瞎谈的圈子里 找到一个 有房有车 又爱你的男人 那肯定不可能 我自己有男朋友 然后到时候 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 你有男朋友吗 你男朋友都不是男人 怎么叫男朋友 充其量是个朋友嘛 是吧 是你说的他不是男人 是吧 是吗 是还是不是嘛 但是我也是生气 就是这么说的他 你生什么气呢 你不是个男人 当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他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就是大家在一起 都了解他了吗 觉得自己脸上 挺没面子的 然后就 我也只是轻描淡写地 说了一句 你看人都有房 都没有设 你就没有 然后就说出来了 我问一下 你们俩谈恋爱谈得好吗 就是他买东西方面上 我一直觉得他生活方式 挺不理智的 然后消费也不节制 我也说过他 但是我每次说他 就跟这样特别急 能不急吗 你凭什么说我呀 你自己有能力吗 钱花到谁上去了 钱都花到你身上去了 而且你就让我买房子 好好好 我们不说这些了 来你来回答我 你不希望问父母要钱 来买房 或者不首付是吧 对 你希望通过你们俩的努力 来完成这件事 是吗 是是 OK 好 你不愿意这样 对吗 对 有房就嫁 没房就换人 还是说不管有房没房 你都嫁给他 我也没考虑那么多 开始的时候 就是两人在一块感情挺好的 先这么处着呗 其实也打算跟他一块过日子 但是没房 我也想不太好了 好 你要嫁他吗 要嫁他 没房 没房可以让父母给付首付呀 哼 你们俩谈了三年恋爱 对 就一直这样 我经常说的还特别着急 但是 我俩感情病了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甘心放弃就这样 哦 这个女生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原来就是两个人在一块考研的时候 嗯 就是说在学习能力上 对我的望重特别大 而且在一块就是感情嘛 你们俩考上研了吗 但是 没有了 恋爱是害人的你看 你接着说 你喜欢他什么 我都就喜欢他这个人 对 可是由来 可是由于他后来大学变以后 他变得越来越差了 变得特别俗了 你说你刚从大学里边出来 你都变得这么俗 这么物质 你到底是图我的人 还是图什么 好好好 这开始就疑问了 我听明白了 你说了半天 就是你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喜欢他 莫名其妙就走了三年 是这意思吧 对啊 我听明白了 他也没个房 你又非要嫁一个有房的 他又不是个男人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 溺谷在一起呢 毕竟在一块这么多年了 也是有感情的吧 就时间让你们 变得有感情了是吧 你也说有感情 花我的钱 你和别的男来玩也没 我好像把你养的 白白胖胖送给别人的 你确定别人要带他走吗 这就快再走了 为什么这几个月 然后他一直抱着电脑 也不让我看 而且我比如看 我都说了 那都是普通的男性朋友 你隐私里边倒有什么 你为什么不让我看 听明白了 小伙子还挺紧张 女朋友的是吧 你还害怕他跟别人跑了 对不对 我就越不甘心 三年了 然后你看他买什么东西 我都让着他 你还给他花了很多钱 对 我一看他着急 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我又怕他着急 你把钱退给他行吗 我估计他只要把钱退给他 也就无所谓了 你就可以跟那个 我也不在乎钱的问题 他说他接让我买房子 他又让我 又让我给他花钱 男生现在委屈的是说 如果你想要房子 你就别大手大脚地花钱 是吧 生活有点节制 有点节制 咱们攒着钱买房子 是吧 对 你现在还想娶她吗 你告诉我 我想 女生 有那种女生 就是男生没有房子 因为爱他 他也嫁的吗 有 你愿意做那样的人吗 但是我花钱 大手大脚地惯了 结婚之后 他要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满足 我的物质需要呢 明白了 那我唯一不明白的就是 你们俩既然这样了 为什么你们俩 还要在一起 所以今天你来的目的是 第一个是 我打着他来 对他男朋友 打着他 中午打着他 也不好 因为是来道歉 第二个就是 我也希望 因为生活上 那些习惯也不好 我希望有所改变 让老师们帮助教育他 改变他的消费习惯 是吧 对 那你来这干嘛呢 我想就是 劝劝他 咱自己奋斗买不起房 到时候 也可以有别的办法 就是 行了明白了 你是要我们给你们解决一套婚房啊 是这意思吧 好了 看看老师们 谁愿意掏这笔钱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余老师要掏钱是吧 我没钱 有钱我也不给 我们先说打人这事吧 小伙子 你今天来的目的 刚才我听了 是打人这事 道歉对吗 对 对吧 打人这事不对是吧 是 确实是不对 都打成脑蹬仗了 这咋算行的是吧 好不能打 来那个美女转过来啊 恋爱了好几年了 问一下 你知道男人 在情感交往当中 最害怕什么吗 伤他自尊吗 对 打对了 男人最怕的是什么 是批评 指责 尤其有一句话 你不是个男人 这个是最伤人的 把一个男人的自尊 尊严自信 都踩在脚底下了 几句话 把男人给伤了 是非常可怕的事 买东西 那么多名牌 为啥呀 虚荣吧 在你俩的交往当中 不断的你在索取 我突然想一个词 比较难听 叫吸血鬼 吸呀吸呀 都榨干了 都已经没钱了 还在要 发现这个快榨干了 再找其他的 再看看有没有 再找一个 下个可吸血的 是吗 男孩 你呀 早应该亮明 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一贯的纵容 最后呢 女朋友就培养成这样子了 所以说这里面 也体现出了 你的处事的无原则性 和懦弱性 男人应该有男人的 这种做事的规则 该制止就得制止 要完的话 你的日子更不好过 首先我要批评这男孩子 你把拳头落到他身上的时候 实际就意味着 你们的感情要破裂呀 因为你是男生啊 你多么有力气 女生 她是个 从体力上 她是个弱者 你怎么能够打她 所以我是最不赞成这个的 我要严厉的批评你这一点 但是在整个交往工程当中 我觉得你 只有这一个错误 我谈一谈这个 对这个网聊 我特别有看法 作为这个女孩子来说 你自己有自己的男朋友 你有你的事业 你有你的工作 没事跟一个陌生的男人 聊什么天呢 你知道那个对方 是个骗子不 还有一个 我对这个 结婚之前 女孩子花男孩子钱 我一直是有看法的 我觉得女孩子没志气 你为什么你跟人一谈恋爱 你就要随时上那找提款机 随时去提钱 我觉得没有哪规定的 一定要花对方的钱 对方就要供养你 我见过这种人 谈一次恋爱 有一次收获 谈一次恋爱 有一次收获 他那个脖子挂的像 这个是第一个男朋友给我的 手上 你看我这戒指 第二个男朋友给我的 我非常不赞成 我觉得没志气 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能不能 我在没结婚之前 我不花对方的钱 你看你现在花的理直气壮 那谁不那什么呀 谁不买东西呀 我这么就爱花钱吗 你爱花 你花你自己的 而且你的花和你的挣 你要量力而行 挣十块钱 我花一百块钱 这个要有漏洞 你肯定要去找你的 那个提款机 这个人爱你 他有经济实力 你可能满足你了 要没有经济实力 怎么办 你是不是你自己 要找另外的经济实力 你看你刚才 犹豫他买不起房 你就要给他出主意 你找你爸 你妈妈 啃老 他爸妈要没有 这个能力怎么办 你爱的到底是这个人 还是他的经济实力 在你们的交流当中 有出现过任何一个 跟爱有关的词 全都是钱 你说他花钱 大手大脚 然后你说他不像一个男人 因为没车没房 你们俩的感情在哪呢 刚才赵川问了半天 为什么 你对他不离不齐 为什么这么爱他 就是我们有几年的感情 又问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还是说几年的感情 感情到底是什么 难道就是说 你从他那 所以得到了衣服 对吧 然后呢 又你所有的那种欲望 他都能满足 在金钱方面 这就叫感情了吗 而他呢 你给他的就是 他要的那些钱 身外之物 就算爱他了吗 好不是在一起 说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什么呢 考研 考上了吗 你们俩在一起 这三年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在一起 这真是谈恋爱吗 只能是互相的伤害 你出手打了 不对 关键是说 他被打了还不知道 你为什么打我 你爱我呀 你为什么会打我呀 其实他所谓的爱 就是说一贯的索取 要你给他花这花那 超出你的承受范围之外 他还不知道 说人家都是这样 同时他还蠢蠢欲动 在搜搜周围 所有的这些 有可能有车有房 可以给他花钱的 这些潜在的对象 你呢 还是把点放在说 你现在先不要要那么多 好不好 咱们要房可以给 只不过现在你不要要衣服 我把钱的这个 你的要求满足了之后 咱们再满足你衣服的要求 你是不是这个逻辑 错了 面对一个只会索取 管你要钱的女人 一旦有一天 你满足不了她 或者说有一个 更能够满足她欲望的人出现 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了 因为你们之间关系 仅仅就是 钱 不笑了吧 刚才还笑了 不笑了吧 所以说你们俩有意义在一起吗 有在一起的必要吗 没有爱的 三年过去了 留下的只能是 眼泪 还有你的 我说不清楚你现在的表情 是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最后送给你一句话 要想让对方爱上你 你先让自己值得让对方去爱 你们两个整体的内容就在于 男生对女生说 亲爱的 我这儿只管宝 不管房 女生说 我不光要管宝 我还要管房 要不然我就跟别人玩一下 来来去去 捣鼓的就是这么几句话 完全是违背了我们 保卫爱情的本意 你一直在说 你要给我买这个 你要给我买那个 你有没有默默良心 你是为男生付出了什么呢 还是你有很高的智慧 还是有较好的容貌 你看你又笑 你一张嘴就是我要买房 你不买房 你就不是个男人 那你哪一点像个女人呢 这三年你们真是白过了 没有任何意义 就这样 老师们续完之后 重新规划一下 冷静地想一想 人生到底要什么吧 姑娘 好吗 别那么迷茫了 男生啊 做得像个男人样子吧 下面一段时间将属于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年 我作为你的男朋友 动作打你的一些不对 但是 你这些年来 生活方式一直没有节制 消费起来通脑也不理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有所改变 我也不知道咱俩还能不能在一起 听到老师们的点评 我觉得我做的确实挺过分的 不应该不给他留面子 这样去指责他 我也会以后改一下生活方式 希望还会一起走下去 他们刚才表白的时候 我观察了一下 他在什么状态下 基本上都是笑着的 所以特好奇 他打你那次你哭了吗 我没别的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 我没有笑 我现在很严肃 我笑了吗 他一直骂了 但是他那个表情 你们注意看 他只要一说 他基本还是一个笑表情 所以容易误读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别防御机制那么强 我没别的 下面还会给提供一次帮助的机会 谁要 我要吧 来看一下 我选爱情导师吧 好 涂老师 来 你看你一选爱情导师 他马上就 你为什么要选爱情导师呢 我跟你说啊 其实人呢 压抑不住自己的付出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刚才说 我把你养得白白胖胖 是吧 你跟别人跑了 但是我跟你说的是 有些人真的是养不亲的 有些人他只跟钱情 跟人不情 那既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再付出也是枉然 就不要去后悔之前的那些付出 咱们找一个重感情的 不是那么亲近钱的 好好地过日子的 好吧 就这样 沈老师 两位请交换密码箱 来交换吧 他又乐了 谢谢两位 请回 在一段听不到爱的爱情当中 我们也乐了 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心里不太舒服 希望他们能够 以此节目为界 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 和他们的爱情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五 五 四 三 一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